不知不觉歌手已经播到第十期,也就是最后一次常规赛,歌手一场场精彩比拼下来,观众已经完全沉浸在了音乐世界中忘乎所以,彩虹屁虽然从出不穷,但,好听,这两个字大家已经说累了,今晚的歌单再次释出,又可以赶赴一场耳朵盛宴啊,你最期待谁的表演呢? 周深带来没有发表过的作品,大众的反应是期待满满,但华晨宇之前的神术,将领等星座登台观众并不买账,这次的新歌终于拿到了第一,华晨宇近日恰巧发售自己的数学新专辑《新世界》,姐妹们安排一下,你一张我一张花花只能未来有光,华晨宇真的创作能力爆表,神术,将领每期舞台都带来自己的原创作品,没有参加一丝水分,歌手完全成了他的个人演唱会,圈粉现场,其实华晨宇不是来比赛的,是借着湖南台来做免费广告的吧,这 这次表演的新歌《巧克正》原名疯人院,在新专辑中同步发售,能够抢心听到免费的歌曲,不得不说有点小激动,但是之前的新歌登台并没有受到待见,明显不合观众口味,花花这次的成绩很难猜测,而徐佳晨将用自己的风格演一颗不乐,拉拉上期改编大艺术家的宫底大家也见到了,歌曲宫格完全焕然一新,慵懒的节奏独具魅力,周深终于祭出大招,翻唱搬运工艺直身体力行的发扬工艺精神,大力翻红了别人家的歌,这次再度 解锁新惊喜,自己按门铃,自己听,流行曲,美声,二次元,勇于尝试多种曲风的周深,终于将手伸向了另一个世界,据说是由大佬高晓松创作的内容,可惜一直未能问世,第十七的现场如同在发放惊喜福袋,一次尝新两首作品,听到就是赚道啊,相较化成与新作现场而言,之前风格多变的周深,终于携手自己的作品归来,大家都十分期待,周深的风格可能更加被大众接受,高晓松为周深做了新曲,名字听上去竟然有点,并交,大家来仔细听, 自己按门铃,自己听,寂寞能让一个人发疯,既然没人来找遍自己假装按门铃,细思极恐的,鬼畜并交之感,确实有点刺激,其实第一期经验亮相带来的大鱼,同样出自高晓松之手,舞台一出便勇夺第二,这一期的并交风,很有可能再创新高,其实高晓松能懂灵魂深处的周深,没有他,也就没有如今活跃在舞台上的海妖之声,论,头号迷地,高晓松有多爱周深,无时无刻不在夸奖,就是在来夸奖的路上,记者问周深参加歌手的心情, 他说不知道该怎么办,高晓松上线回答,谁能代替你呢,周深的声音太过独特,便生气受过大家的白眼,因此自卑没信心,但是在高晓松眼里,这样歌唱的人一成不染,高晓松评价周深高晓松从来没有掩饰过自己对周深的喜爱,在歌手期间也一直在关注他,看着周深连轴工作改变达拉崩吧,时尊为他紧张,然后又展现了彩虹屁金本色,而在冷遇期间周深发布的唯一一张专辑声的声,也是高晓松自掏腰包之下,拉来了隐约和钱雷帮忙,才得一面是,高晓松 高晓松这样说,我一定要做这张唱片,大姨这首歌原本要给王妃唱,但因自己问题没有谈拢,在隐约钱雷的推荐下,后被送到了周深手上,没想到在被子里露出来的简陋小样,却让对方惊为天人,之后让所有观众记忆深刻,高晓松全力打造,深的深这本专辑,质量十分高级,每首歌的曲风都不同,但全然暗和周深的声音前置,因为懂周深更因为喜欢周深,所以才能铲出动人心弦的乐章,才能让周深大放光芒,高晓松是周深的伯乐之己,周深加高晓松的组合,成 成功获得本期歌手的第三名,整机下来周深却从来没有被栖息过,作为才在歌坛展露头角的一员,算不上自立老道的周深能够得此殊荣,可见其实力强劲,从第一期到第九期,二次夺冠排名始终稳在前三,鲜少跌入后排位置,从大鱼的空灵之声,到愿得一人新的抒情演唱,再跳跃到花枪民谣结合的达尼亚,然后迫避二次人打了崩吧,周深恐怖的实力给足了观众惊喜,也让众多奇奇歌手往而去步,末期常规赛,演绎高晓 高晓松为周深量身定做的歌曲,自己按门铃,自己听,王炸组合,谁还会赶上场奇袭,不看周深,也得高晓松面子啊,高晓松虽然是个矮大警,但一生的才学并非空穴而来,看他的小说便知道这是个幽默又有学术的知识分子,高晓松虽然被大家吐槽,为是个只写校园歌曲的大叔,但同桌的你,可是国民传唱级别的歌曲,94年诞生至今,仍然在13年获得至尊金曲的奖项,影响力不可谓不大,谭维维的一曲,如果有来生,同样由高晓 高晓松作词,仔细聆听才会发现歌词背后别有洞天,是带着糖的玻璃炸,虽然没有登顶巅峰,但高晓松的作品具有故事感,相较现在故作娇柔的歌词和炫技的曲子,他的风格自成一派,不看僧面看佛面,有高晓松坐靠山,估计周深可以获得歌手时期无人齐齐的成就